我们这几天跟同学们讲的无助身心 以前几十年没讲清楚 现在明白了 无助身心原来是一不是二 无助在哪里 在身心里头 身心在哪里 在无助里头 描迹了 原来身心就是无助 无助就是身心 搞了63年了 明了怎么 明了就得受用 你搞不清楚 你得不到受用 这个受用自在 这个受用里头有智慧 与认识自不认识自没关系 与学教不学教也没关系 这是境界 什么人的境界 法身菩萨的境界 与什么有关系 与方向有关系 原来放下就是无助 遇到众生有苦有难 一定齐心 无条件地去帮助这苦难众生 这叫神心 神什么心 众生无边是远途 神这个心 不受境远的任务 不受境远的影响 这叫无助 你受到外界的影响 你有助 有助就是由齐心动念 有分别之处 这反复 这六道反复 见识闻生 六根圆到六成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处 这叫无助 从无助心 身处 大慈悲 大智慧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帮他 破灭开悟 帮他 历苦得乐 这叫神心 这就是 贤熟熟悉 贤熟过失 还原惯上似得的迭德 随便妙悠 未亦有此 如何制止 待众生苦 全在其中 我会认为是